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小哈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互相幫忙 太開心心甜甜蜜蜜的時光 歡迎來到這一家 嗨 大家好 昨天跟甜甜去看電影啊 然後我們兩個人 都吸力無力 花花的 感人啊 超感人的 嗨 嗨 睡覺嗎 你們男生 不要在教室裡面玩球啦 這球一直在我們這邊 咻咻咻咻的 我們怎麼聊天啊 已經干擾到我們了 你們就聊你們的 聊得很好啊 我們又沒有影響到 他打到你們 對啊 你看 對啊 你看你丟得多好 好厲害喔 是不是 來個更厲害的女生見識一下 太遠了啦 你們不覺得 阿寧他們很 很愛惡作劇嗎 每次都這樣子欺負我們女生 對啊 而且他常常功課都不寫 直到最後一刻 才跟我們借作業來抄耶 說到這個作業部 我才生氣了耶 上次他跟我借的作業部回家抄 結果隔天居然沒有帶 害我被老師罵 原來 對啊 上次阿寧害妳的 對啊 我跟你們說 阿寧他最近 還常常跟我借橡皮擦 然後呢 借了都不還 這學期 已經借了三個了耶 那你橡皮擦不就要一直買新的 對啊 我媽媽就一直罵我說 幹嘛一直換新的 浪費錢 我跟你們說 你們真的都還好 他上次跟我借課本 把我的課本弄不見 然後 害我花了很多錢 又重新買了一本 太太 妳就太遠了啦 快點過來啦 怎麼了啦 不得了了啦 先不要玩球了啦 女生在說妳壞虎啊 我 對啊 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了 還有呢 天啊 還有一個 雞地瓜啦 吼 這是他們說的 對啊 來 喂喂喂 欸 女生們 女生們 在背後啊 說人家壞話 可是不行的喔 不好喔 拜託喔 我們沒有說啊 嗯 對啊 我們沒有在背後說別人的壞話 嗯 真的啊 欸 你確定我們說的是壞話嗎 你看看看看 他們就是有說 但是 我們說的不是壞話 是實話 沒錯 哪是啊 你們剛剛都說 說什麼 說什麼 你跟他講啊 欸對耶 你好像是實話耶 對啦 他們說的你借了下皮擦沒有還 對啊 借了功課回去抄 然後沒有帶來 是不是 他還把別人的課本用不見 叫什麼說嘛 不是壞話 是實話 你還說什麼話 我還很丟臉 我怎麼知道 一直講阿寧 阿寧 阿寧 不好意思啦 我呢 記憶力比較不好 所以可能有些地方呢 忘記還給你們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阿寧每次都這樣嬉皮 笑臉的 老師明明就有把該寫的作業 要帶的東西 通通都堆著在聯絡簿上 你為什麼還會忘記 對啊 而且阿寧 我天天都提醒你要還我項皮擦 結果咧 項皮擦咧 還有阿寧 把我重新買課本的錢還來 嗯 還就還喔 對嘛 又不是沒有錢 是不是去書包找 這麼熊做什麼 對啊 我的錢包在書包 裡面很多錢 我來看看錢包裡的錢 你說 到底多少錢 兩百塊 兩百塊 還他 阿寧 兩百塊而已 在哪裡 兩百塊啊 我的錢包不在我包包 不在包包 太太麻煩借我兩百塊 喔 好 等一下 欸不對耶 可是你上次那個五十元 好像還沒有還我耶 五十元 就是那個街角雞排啊 有灑梅子粉還有海苔粉 那一次啊 很好吃的那個 真的啊 我給你借了五十塊錢 對啊對啊 還沒還你喔 還沒所以你還沒有還我 這個 先不能借你了啦 那我要怎麼還堂堂錢啊 嗯 我也很為難耶 太太 老師上課對我在講 同學之間要發揮同學愛 你要對我有愛心啊 我 可是那個愛心跟這個愛心 哎呃 太太太太 你千萬不要借她 因為我們就是太有同學愛 太有愛心了 結果借了她 東西都不還 你小心你借了她 那兩百塊她也不會還喔 對 我會還啊 我怎麼不會還 而且 我知道了 你們上課的時候 一定沒有認真在聽老師講 老師有說過 我們平常除了要熱心做人之外 我們呢 也不可以要求別人有回報 不可以有這種想法 我們要發自內心的去幫助別人 你們現在怎麼可以這樣子說我呢 對啊 老師你卻有講耶 有道理對不對 這不是要求回報 是有件要有還 兩種得也有道理 我以為我要還啊 我以為不是沒有要還 我以為是忘記當而已啊 兩百塊錢為了要不給 同學 在吵什麼 同學 上課了 我位置坐好 剛剛是發生什麼事這麼吵 也沒有人要告訴老師 沒事啊 這麼踴躍的 嗯 那坦坦你先說 老師 就是阿寧啊 跟我借課本 把它弄不見 害我重新又買一本 我覺得 這筆錢 應該要讓阿寧來付 有道理 那你怎麼說呢 老師我 我要還她的錢啊 我有要付啊 我正要還她了啊 那她就舉手我不知道 坦坦 阿寧有說她要還你啊 嗯 可是她到現在都還沒有還我 老師老師 那是因為阿寧有先跟我借啊 再跟她借 不過阿寧上一次借的還沒有先還我 所以我好像不能這次再借她耶 阿寧 非必要不要跟人家借錢 更何況你上一筆錢都還沒有還 現在又要再跟別人借 你這樣還沒有誠信喔 老師老師老師 阿寧借的東西可多的咧 她還跟我借了三個橡皮擦 到現在一個都沒還我耶 阿寧 那小花的橡皮擦跑去哪啦 嗯 橡皮擦 我找找看 橡皮擦 欸 為什麼鉛筆盒裡面多一個橡皮擦啊 齁齁齁齁齁 這就小花的啊 你幹嘛幫我鉛筆盒啊 你三次跟我鉛嘛 你記得還有兩個啊 好 老師你看 我還了一個了喔 阿寧跟人家借東西就應該好好保管 怎麼可以這樣到處亂丟 這樣子以後誰敢借你東西啊 嗯 真的 老師 我以後就再也不想要借阿寧東西了 因為上次啊 她跟我借作業部回家操 結果隔天 居然沒有帶來學校耶 還好我被老師誤會以為 是我沒寫作業不敢教 原來 都是她啦 原來是阿寧喔 原來上次你沒有帶是因為接阿寧 嗯 老師老師 不只這些喔 阿寧呢 她最近很喜歡在教室裡面打球 對 真的 她剛剛就跟太太在裡面 在這邊玩球 那個球差點打到我們欸 對啊 又沒有打到你們 差一點 而且就算打到也不會痛啊 你看 欸 對 很快 老師 好了好了 阿寧你聽聽看 剛剛同學都把對你的不滿 通通都說出來了 老師覺得阿寧應該要努力 把你的缺點都改掉 不然你看都造成同學的困擾了 好老師 我知道了 唐唐 台台 我會盡快把欠你們的錢 明天就還給你們好不好 好 還有 小花 你的橡皮擦 我下課的時候 一定會用我全部的力量把它找出來 還給你 好 通通 我下一次 給你參考的時候 我絕對會記得 要把它還給你 交到你的手中 其實啊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不然這樣子好了 大家來想一想 阿寧有什麼優點 想一下 來跟老師說說看 有嗎 有 一定有啊 想一下 真的有嗎 我想想 我的優點 很想 肩皮盒特別大嗎 阿老師 我想到了 就是上個月那個籃球比賽 我不小心跌倒受傷 手變成這個樣子啊 我就去保健室把它包起來 我都不能背書包耶 阿寧就很好啊 她就每天幫我背書包 陪我回教室喔 嗯 阿寧很有同學愛啊 還有呢還有呢 老師 阿寧啊 她其實也是很幽默的啦 有的時候也會給我們班 帶來很開心的感覺 她是我們班的開心果 老師也這樣覺得喔 還有嗎 啊老師 我也想到一個 上次大叔被隔壁班同學欺負 是阿寧陪他去隔壁班 討回公道喔 嗯 是溝通吧 對 我去隔壁班呢 講個笑話讓他們笑一下 然後兩班就可好啦 對啦 所以我覺得阿寧很有正義感 看大家這樣講一講 阿寧其實有很多優點的對不對 對 嗯 那阿寧其實你只要把缺點改一下 同學都會更喜歡你喔 好 老師 各位同學 我再次宣布 我要把我這些缺點 全部改掉 其實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每個人都有一些小缺點 所以我們要懂得包容別人的缺點 欣賞別人的優點好嗎 好 好 那我們可以準備上課囉 好 好 欸 小花 嗯 這個是不是也是妳的橡皮材 喔 對 快點快點 趕快給我 為了 快點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